翻作成语叫做大器晚成 所以我那个老师讲话的那个神情 我现在还印在我的脑海 那个做的位置我都还记得 所以一个鼓励的话会暖人心一辈子 多说鼓励的话少说批评的话 批评造成隔阂鼓励激发潜能 一言星邦一言上邦这是有道理的 心态对了成就人了 心态不对了可能人家一辈子的信心 都被我们给打垮了 所以这个圣言为先 设事处事以谨慎自己的言语 为首要重要的功夫 结果后来怎么发展 这个哥哥博士毕业回来 就跟他爸爸讲 说父亲 你买了很多房子 还有很多钱财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 你还是早一点给我吧 好 大家听完这一段话 他说的话对不对 他说的话有没有犯法 没犯法 其实他说的话你想一想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 也没错 人生无常 所以他说的话没犯法 可是足以把人活活气死 这个就是一些学历很高 没有道德的人 真的会把人活活气死 他刻薄 没有恩义 没有情义的话 杀伤力很大的 那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教育界一直在喊 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 请问什么是素质教育 在这个时代 我们在了解一个概念 很奇怪 你要了解这个概念 你看第一篇文章的时候 还有点清楚 等你看到第十篇的时候 会怎么样 就完全不清楚了 会把很简单的东西 越搞越复杂 其实我们几千年 祖宗的教育 就是把很多复杂的东西 把它归纳成最重要的纲领 让我们好去掌握才对 所以凡事从根本看 素质的根本是什么 是他的善心 所以教野者掌善 一句话就讲透了 这个就叫素质教育 他没有善心 才华越高越傲慢 越自你为食 不知道又会压迫到多少人 甚至用着才华 去做非法的事情 都有可能 所以既然是掌善了 那才是素质 这个大学生读到 博士毕业的时候 父亲有没有去观照他 他的心性往哪里发展 所以我们没找到根本 等状况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搞不清楚 怎么这个孩子突然变成这么傲慢 这么不讲情谊了 他不是突然变成的 从很小那些细节就慢慢形成了 所以人有执着的时候就只看到那个部分 看不到客观的状况 他成绩好就好了 其他我不管 就麻烦了 这个父亲听完真的都快承受不了 进了精神病院 这个时候谁出现了 女儿出现了 女儿有学传统文化 带着自己的丈夫去跟他父亲讲 父亲你这一辈子教育我们 养育我们几十年了 恩重如山了 这一辈子我们绝不给你 给你老人家再拿一分钱 报恩都来不及了 从今天开始每个月 再给你五千块台币 让你生活都不用再担忧了 这份诚心就把父亲从 精神病院给接回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心偏掉了 对整个家庭 十年二十年之后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大 后来这个儿子结婚 生了一个孩子 在一年之内动了几次大手术 儿子来来回回在医院里跑 所以人最折服的事就是不孝 而事实上 他的孩子 在一年之内遭遇这么多的情况 换另外一个角度讲 不见得是坏事 为什么 很可能要借由这些经历之后 让这一个儿子真正明白 养儿方之父母恩 所以对他的儿子 这一生生命最重要的是 就是孝心能唤醒 这才是他最大的福报了 好 那这个孔老夫子说 举一要反三 从这一个心境内 能够观照到所有的处事待人结五 那我们当老师的人 带学生能不能偏心 那当然不能 那成绩好的都坐前面 成绩不好坐后面 完了 全盘皆输了 好的傲慢 不好的自卑 甚至看老师不顺眼 所以我们全输了 所有的人的心都病了 这个社会还能安宁吗 可是这个时候老师都留下那些成绩不好的 尽心尽力教他们 那成绩好的看了感动 老师你这样太累了 这个人我来照顾 通通开始任养 责任分配 你看一家人一国心人 一个老师有爱心 学生通通被带动起来 而所有的学生都得到他生命中 最受用的爱心 感恩心 这样的老师会教出很多的学生 以后都愿意当老师 包含在企业里面 我们对能力比较差的员工 都能够包容爱护 而不去排斥 这样也能把这个爱心 变成整个企业的文化 现在还有很多的企业 响应政府 让一些先天肢体比较不方便的人 都有为社会服务的机会 我们去到他们的公司 看到了都被他感动了 我们也相信这个先天身体有障碍的人 他的父母 他的家人 都会感激这个企业家的成就 成全 好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在憎恨与喜悦 人产生好跟悟的情况 还要很平等 很公正 就不容易了 第二个 接济与我断交的人 照顾与我绝情的人 原谅对我行不义的人 有这样的修养 一定能够化解对立 化解冲突 因为人都有良心 我们真的能这么做 真的能这么包容 人家那个良心就唤醒了 所以我们看到各个宗教的教育 民族文化的教育 都是非常优良的 其实我们看古兰经这些教诲 就知道现在那恐怖分子 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些教育 才会有这些现象的 所以显正破邪 你得把正的民族文化教育 宗教教育呈现出来 给世人明白才行 所以师长建议的这个 和宗教大学 多元化大学 这个都是很急迫的 那我们明白了 以后看有没有姻缘 自己做也好 或者有一些政治人物 你也认识的 都可以把这些宝贵的经验 宝贵的智慧 跟他们做分享 好 这个就是我们 也能够为世界的和平 奉献心力 那我们这个志向力柱了 终身不变 有时候人立志 还会谈条件 谁做了我就做 是吧 谁不做了我就不做了 那这个立志 我看是不可靠 该做的事是没有条件 道义是不谈条件的 所以孟子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待文王而后心者 一定要有文王 这样的人出来 他才肯做 这个是凡名言 这一般的人 若夫豪杰之事 虽无文王由心 真正的豪杰之事 纵使前面没有任何人 带头 他也义无反顾的 向前冲 那 诸位学长 这个蔡老师不做了 你们做不做啊 做 好 大家要了解 我们这两三代人 根基都不老啊 是吧 说不定哪天 蔡老师遇到杨贵妃这样的人 跌下马来 怎么办 你们还是继续往前走 是吧 这样才是理智的嘛 在台湾曾经发生一件事 也让我很省思 有一个作者 他的书呢 在台湾都是畅销在前面的 看他书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我也都看过 而我曾经听过他一次演讲 让我有一点 说不上来什么问题 那时候我智慧也不够 就是他在演讲的时候啊 跟他的书都一样 我就觉得说不上来 因为一个人重视心灵的时候啊 他应该是每一天 都在人事物当中 有新的体悟才对 怎么会几年前写的书 跟他现在讲的都一样 我就觉得怪怪的 后来呢 他出问题了 他抛弃他太太 令结心欢了 结果我们台湾的女同胞啊 非常的气愤啊 把他的书放在广场上 集体要把他烧了 好 那每一个场景啊 对我们都有歧视 一个作者写的都是这些心灵的文章 很多人对这些道理 对这一些经教的信心啊 很可能跟他牵着我 是吧 结果现在他出状况了 可能他谈的道理 人家都说那都是假的 哇 你把很多人的慧命啊 增长智慧的因缘都给切断了 那这个罪孽 就很难算了 可能十九成又跑不掉了 这断人会命啊 这是我们 假如我们带领着大家 学习传统文化 我们自己啊 要战战兢兢啊 不求有功 但求无故啊 不能给 传统文化负面的影响啊 再来这些女同胞呢 很气愤的要烧书 理不理智啊 她讲的对 你学的就好嘛 她讲的不对 你不学就好 她做的不对 你不学就好嘛 怎么一下子火那么大了 那不就自己这颗心都护不好了吗 所以今天 我们的经典 已经历经几千年的考验了 它是真理 我们不要因为哪一个人出状况了 就否定了传统文化 否定经典 这是不理智的 所以圣贤人提醒我们 依法不依人 人每一个人的境界起起伏伏 没有到盖棺论定 谁都不好说 是吧 所以你的信心不能建筑在一个人身上啊 尤其我们是从小没有这个根基的 有这个五千年传统文化根基的 师长是最后一代啊 师长说连我弟弟都没有学这些啦 师长还有学到师俗教育 那个时候他们的父母都是非常懂得这些做人的道理的 所以在弘扬文化的过程当中 肯出来的走在前头的 我们佩服他们的发心 可是当走在前头的人出状况的时候 你也不要因为他而上市信心 或者难过 你说可是他是他带我出来的 他带着我们学习传统文化 我们怎么报他这个恩德 我们成就自己就是回报他最大的恩德啊 这是理智啊 假如前面引路的人走错了 哎呀我跟他感情很丰富 我也跟着他走 这样对不对 那就不是理智的状况啊 所以现在在各地很多人很难过 当初介绍我传统文化的人 好像现在态度不对了 偏了 自己很难过 不要难过啦 你走对了 就是对他最好的供养啊 现在弘扬文化 刻不容缓啊 我们哪还有这么多时间在那里 哀伤痛苦 其实对谁有帮助 对谁都没有帮助 而也不要以人情做传统文化 我跟他交情比较好 我就跟着他 不是这个逻辑 谁依经典做事 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向 所以在弘扬的过程当中 时时要理智 而且我们各地弘扬文化的人 他也是有了祖宗的教诲 有了这个平台 他才能介绍这个给我们 假如今天我们介绍一个人学习 就觉得他能学习都是我的功劳 这一念是贪老天的功劳啊 这要不得啊 所以言回说 无法善 无失劳啊 不要去标榜自己的优点 自己的付出 自己的好处 一标榜这个心已经在明文立昂里面了 在这一点上呢 有一个历史故事 靖文公 他在自己国家以外的 国度流亡的十九年 这十九年过程当中 身边跟的几个人都没有走 也是非常忠诚啊 后来靖文公回到自己国家了 这跟着的几个人当中啊 都在说 这十九年我的功劳最大 我应该封什么爵位 在征功了 只有一个人叫戒之推 他连讲都没讲 默默的就走了 他对 他自己国君的尽忠啊 是发自他的赤诚 他不是想着 以后要获得那些东西的 所以他默默的离开了 他讲到呢 说窃人之财啊 偷取人家的钱财 由为之道 就犯了道戒了 旷贪天之功 以为己利乎 进朝能复兴啊 那是他主上有德啊 还有多少人流血流汗成就了 怎么当下我们觉得都是我的功劳了 这不妥当的 所以 我们面对很多情境呢 都要关照得到我们自己的心态 对不对 当然我们也不要觉得一定是我对 很强势的 很强势的去要别人跟我一样 这样也不妥当 我们很确定我们在依教奉行 就好好地去做 去扎好根 做出成绩来了 自然有非常踏实宝贵的经验 可以去跟一切有缘的人分享 把这个跟人家辩论的耗掉的时间跟口水省下来 好好地把事做到 依经典去做 就对了 这也是对 所有跟你有缘的人 最好的供养 好 所以这个是 跟大家讲到的这个 孟子讲的这一句话 待文王而后心者 凡名也 若复豪杰之事 虽无文王有行 而人与人的缘分 说实在的 不可强求 要珍惜 但不可强求 而且这个缘分 真的 有五年的缘分 你怎么拉都 那个缘分还在 可是只有一年的缘分 你怎么扯也扯不回来 为什么 人的思想观念 很难能够统一 除非大家都放下自己的想法 都依经典 有这样的态度 三个人五个人的力量都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其实放下自己的想法是最难的 四个人完全依照经典做事了 这样的力量都能把正法红传开来 所以我们一开始弘扬文化的过程 不要急着 一定要很多人一起来做 整个见解都能依照经典的 这个就是最成熟的因缘 不要去攀缘说一定要很多人 不用搞气派 有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一起做 有五个人 我们五个人一起做 扎扎实实的 这样的缘分发展反而非常的稳固 好 再来我们谈到学习的次序 我们一开始学习贵在立柱 再来学习的次序 性解 行 而其实在学习的次序当中 也离不开人学习的心态 这个性是很重要的基础 不相信就很难深入这些教诲 而孔子给我们很好的榜样 性而好古 他相信古圣先贤这些教诲都是真实的 都是经过历史考验的 他不怀疑 而且古人呢 确实他们的心比我们清净 清净心生智慧 我们现在人心比较浮躁 看得比较浅 比较短 所以这个号古啊 也是真正很客观的 让我们感受得到 古人确实 他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欲望 分析事情都比较冷静 再加上呢 都是几千年印证过来的 所以性而好古 数而不作 所有的 所讲出来的道理 都是依据这个道头 讲下来的 所以孔子讲到 祖术遥顺 宪章文武 都是从遥顺语当这些 古圣先贤 传承下来的 这个是信心 相信之后呢 我们要去深入经典 能够理解它 理解完了之后呢 要能去做 要解形相应 这个解呢 它比方说 我们了解到 要行相应 而从经典当中 我们了解 行相要从哪一些 生活当中去落实 了解了 我们就知道 怎么去行 怎么去做 比方《孝经》里面讲到的 居则置其敬 样则置其乐 病则置其忧 伤则置其哀 记者之情言 那这方方面面都讲到了 要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甚至养父母之志 都提到了 这个时候我们理解了 我们就知道 要在这一些生活细节去落实 更细的 就像弟子龟讲的 父母忽 应勿还 父母命行勿来 这个就是居则置其敬 样则置其乐 东则温 这个都是样则置其乐 成则行 婚则定 让父母很欢喜 很安心 包含 清有急要先肠 这个就病则置其忧 这个很具体的 怎么在生活当中去落实 所以师长有一句话 提了非常多次 就是我们每一句教诲 要落实在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 我们每一句教诲 都从这里去思维 那我们就知道 都要在这些方方面面 去行 去落实 而弟子龟呢 也提醒我们 就这个解行相应的重要 不立行 但学文 涨浮华 成何人 这个解行必须要并进 他不并进 人的心态 还是会出现问题 不立行 只是一直学习这些经典 无形当中 懂了很多道理 长了浮华 自己可能没有注意到 所以孟子在这一点 也是很提醒我们 说到 人皆好为人师 为什么好为人师的心会起来 就是行的不共 就比较容易 用道理去看 因为立行近乎人 在做的当中 会慢慢的客观 能理解到一件事情 他要成就 他必须要有天时地利 人和种种的因素 去配合 这个时候 他设身处地的态度 会因为在立行当中 而提高 所以有一句话叫 是非经过 不知难 尤其这个文化 在复兴的 这个过程当中 万事起头难 所以我们应该去体恤 很多的不容易 然后自己能够去带头 把他扛起来 而不要 这个直手画脚 这边不好 那边不好 批评太容易 真正去做 才知道各种的酸甜苦辣 所以这个是立 学文一定还要再加上立行 但立行 不学文 一直做一直做 都没有去听经 没有去深入经典 做着做着 可能自己 处事待人接物 就没有一经典再做了 就任己见 这样也不理想了 因为做着做着 尤其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比较容易 一直做事 心就会浮躁起来 会着急起来 连带的 可能脾气也会大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 能常常听经 把心 这个浮躁 稳下来 然后对照对照 现在做的 跟经教 跟师长教诲的 一不一样 这个也是 行当中 也不忘 观照自己 有没有跟经典 是相应的 而且在这个 立行过程当中 要保持熏悉 这个是谁都 不能够 忽略掉 为什么呢 宋朝 这些 有很有学问的人 他们就说过一句话 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就整个心境 就顺着习气再走了 那我们现在客观来讲 我们多久不读书 多久不 熏习经教 这个心态可能就 不知不觉就偏掉了 一天都不行 我们说要有自知 自明 不能一天不听经 所以很多 护词 传统文化的 大护法 他们也发心都很大 很不简单 可是假如忙到没有听经 迟早都会因习气 而出现状况 而人当人 习气起来的时候 都会觉得 他比师长还厉害 所以这个不得不冷静 你说那个 做这个好事 世间的人 他追名逐利 他知道 看到你做这些公益事业 他哪怕是总统总理 他也挺尊敬你的 可是这个总统总理 跟我们平起平坐 坐在那里谈话 可能无形当中 都觉得自己 好像走路有风了 是吧 那人当然 我都可以 这些总理平起平坐 人的那个傲慢 不知不觉就上来了 所以师长老人家常说 找一个好老师很难 找一个好学生更难 我们的这个习气傲慢一起来 连可能连 这个师父都放在眼里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也是警惕我们 熏习不可以断 所以学习能提升 这个恒星是一个关键 而且是不间断 就像钻木取火 要钻到什么时候才行 要钻到火出来才行 不能懈怠停下来 可能就前功尽弃了 好 而这个解行 也可以在解当中 心念一转变 解中就有行了 比方说 这个师长 曾经提到 最傻的人 就是把别人的不好过失 放在自己 纯净纯善的心中 纯净纯善的心 应该拿来装什么 拿来装最好的教诲 拿来装所有人的恩德优点 那当我们听最傻的人 听到心里面去了 那我们还做不做最傻的人 那可能在听的时候 这个心转了没有 你们怎么没反应 所以佛陀那个时代 讲经的时候 有人当场就开悟了 他就是解中就有行 他当下就听教诲的同时 他就把习气给放下来 而我们平常在工作 处事的时候 行中有解 比方我们在面对一切的人 我们都保持笑容 然后提醒自己 屈里约 无不敬 无不敬 时时这个恭敬心 要关照得到 那这个时候行中就有解 就把这个经典 时时提起来 关照自己的行为 有没有符合 包含在跟人家谈话的时候 难免这个情绪会有起伏 所以这个时候要提醒自己 疑无色 柔无神 这个都是行中就有解 所以解行它是相应的 甚至它是可以并静的 所以师长很多好的教诲 我们假如在听的过程当中 马上把它转变成我们的心态 那就受用无穷了 那也是善学 比方我们 大家坐电梯的时候 就有看到一段 很好的教诲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好 我们念一遍 感谢伤害我们的人 感谢伤害我们的人 我们现在念这一段 但是念着念着 解忠有行 念完所有那些人都不见了 好不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 感谢伤害我们的人 因为他磨练了我们的心智 我都可以感觉那个磨练了我们的心智 我都可以感觉那个磁场很强 你们念着念着把它放下来 感谢欺骗我们的人 感谢欺骗我们的人 因为他增进了我们的见识 因为他增长了我们的现实 感谢斥责我们的人 感谢斥责我们的人 因为他增长了我们的定会 因为他增长了我们的定会 大家有没有想起被人家骂得很凶 有哦 他是来考验考验我的定会够不够 感谢斥责我们的人 感谢斥责我们的人 因为他强化了我们的能力 因为他强化了我们的能力 大家去想一想 一个人进步最多的时候 就是那个逆境考验最大的时候 反而进步最多 就是他们成就我们 感谢仪器我们的人 感谢仪器我们的人 因为他教导了我们应该致力 因为他教导了我们应该致力 好 有没有觉得现在心地光明不少 这个就是解忠马上就去行 不用等到下一个姻缘 自己就在用功了 师长也讲到 处逆境随恶缘 无惩慧 业障尽消 随顺境 处善缘 无贪吃 服惠权献 所以所有的人都在成就我们 伏惠双修 真的体会到 每一个人都是来成就我的功夫的 那看每一个人就很可爱了 那就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都在我们这个心念 理解之后马上把它转过来 马上把执着习气给放下就可以受用了 好 那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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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这几天上的课程 是如何有效的学习 而学习所要的是要立定志向 就有目标 有方向 我们所有的努力 都是跟这个目标是相应的 而不是背道而驰的 而这个目标 我们以孔子的目标 为自己的目标 师智如己智 要立行这个目标 从哪里开始下手 我们在念弟子规 物之暴 物之气 圣与弦 可徇智 念得很激动 激动完要从哪里开始努力呢 我们看圣与弦 可徇智 而什么是圣贤人呢 圣贤人绝对不是头顶放光 圣贤人是言什么 向什么 把每一个角色尽心尽力 做到圆满 这个是圣贤人 绝对不是呢 他在事业上呢 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孩子教不好 那这个绝对不是圣贤人 而且说坦白话呢 他事业好 那只是个假象 事业好啊 一般现在是说财富 那只是看财富啊 这个不准 怎么说呢 比方 霸凌银行 这个是 好像是1995年 一家一百多年的连锁银行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分公司 这么大的一个银行 宣布倒闭 被一个期货员呢 给搞垮了 那请问大家 倒闭前一天 你觉得他成功吗 世间人说成功哦 可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很可能在十年前 二十年前 就已经看出来 这一家必定倒闭了 为什么 他忘了本了 本在烂了 哪怕他现在是 苍天大树 他是迟早倒下来 没有侥幸的 得者本也 财者莫也 所以现在在各行各业 撑着一个场面给人看 这是太普遍的现象 而当事人 事实上心里 都有莫名的恐慌 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现在世间的人 他有财富啊 那个是他的福分 能不能守住财富啊 那要靠他的智慧 没有智慧 钱财来得越快 可能是灾祸 而不是福分哦 所以老子提醒我们 祸福相宜 福气来了 不战战兢兢 不广施恩德 给贫穷需要的人 那积着财啊 就增长贪心啊 积财 伤道义啊 旁边的人都很可怜啊 我们一点都不管 所以怎么保住财富 这个是学问啊 他赚钱靠机会啊 很可能主上有德 可以赚到钱 他花钱要靠智慧 很多人一花钱啊 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 把家庭都破坏掉了 那这个就是没有智慧的 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 今天他对孩子都教不好 他不可能把团体带好 齐家不能教 而能教人者无知 在大学里面讲的很 斩钉截铁 不可能 连他最亲的人 他都不能感化 他还能感化更远的人 所以今天 家里的人都不听我们的 公司里的人还挺听我们的 真的假的 他是挺听 money的 是吧 今天是因为你发给他薪水啊 所以他不是打从内心 佩服你啊 这个时候团体里面 他们有真正的人和 真正的凝聚力 没有真正的凝聚力啊 要垮掉了 是可以在一夕之间垮掉的 所以有一句话说到啊 国不物大 而物得人心 国家团体啊 不物很大 最重要的是凝聚力 明心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啊 恶人同心 其力都可以断经 可是你组织很大 大家的见解都不同啊 很可能都变多头马车了 所以我们发展呢 一定要稳扎稳打 循序渐进 不可操之过期 跟人家比一个场面啊 这个就麻烦了 物欲数 欲数则不达 整个组织的发展 最重要的 让他水到渠成 瓜熟地露 就像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 让他很成熟 而不是去硬把他摘下来的 而不是去强求来的 再来 左不悟多 这个左呢 就是辅佐的贤财 你旁边的骨功大臣 在左右臂膀啊 这个非常重要 不在你有很多这些高级主管 这些给你意见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贤不贤德 你高薪请来很多的主管啊 他无德啊 你花的钱都白花了 而且贤俊的人 他很直率 他会对你直言 把一些你不喜欢听的 会告诉你 一个人要得很贤俊之人 首先要有度量 你才赶得来这样的人 所以弟子贵说 闻欲恐 闻过心 质量是 见相亲 我们有这个雅量了 才能赶来味真 自己要是唐太宗 才能赶来味真 不然我没有说 哎呀 唐太宗运气好了 他能遇到味真 像我都不行 那又把责任怎么样 又推给别人了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会来到我们生命中的人 很多都是跟我们 这个心是相应的 我们喜欢听好话呢 阿语惨媚的就来了 我们很喜欢听正直的言语 很希望能找到自己的问题 那正直的朋友就来了 所以有一句话提到 汤舞以恶恶而仓 三汤周五王 节奏 以微微而亡 三汤周五王 这个恶恶 就是他在朝廷之上 都是主动的纳建 希望这些大臣 从方方面面 给他指出问题 深怕他们不讲 所以这些大臣 都对他直言不讳 把很多客观的状况 基层的状况 告诉他 节奏 这些是暴君 他在朝廷之上 底下的人都不敢讲话 讲话很可能就要拖出去 被修理了 所以这个 为什么会心 能纳建 为什么会亡 就是暴虐 听不进去意见 所以 这个魏文侯啊 有一天呢 刚好在哼着一首歌 他哼着哼着就说 我最高兴的是 就是所有的人都听我的 他就这么唱着这个 哼着这个词 在那唱啊唱啊 结果呢 他旁边刚好有一位情师 乐师 这个乐师啊 他是瞎子 为什么乐师是瞎子呢 因为他从事音乐 他自己的专注力 被眼睛分散 为了要能够做出啊 真的能教化人心的音乐 他要专注他的耳力 他就把眼睛给弄瞎了 所以古代人那种舍 舍自己的身 去成就别人的心 让我们非常的动容 当他听到自己的国君 在唱着这一句话 他最高兴的是 就是所有的人都听他的 结果呢 这个乐师马上抱着他的情 就往国君讲话的地方啊 就整个冲过去 冲撞他的国君 而且是非常的勇猛 就整个因为他瞎了嘛 他也看不准 他就听着那个声音 就冲过去了 结果这个卫文猴啊 被他吓了一大跳啊 然后赶紧闪开啊 但是呢 因为太紧急了 这个卫文猴啊 也跌下去啊 把这个国君的帽子啊 都摔坏了 前面那个帽袋啊 洒在地上了 这个卫文猴很惊慌啊 马上说到 冲撞国君 判什么罪 马上旁边的这些士兵 马上判死罪啊 好 就把这个私矿啊 抓住呢 就要去刑刑了 而这些读书人啊 每一次要被刑刑的时候 都是很从容 都会让那个想杀的人 觉得很奇怪 我就很从容的 对他国君讲 国君啊 我既然是死罪了 你可不可以让我讲两句话 好 你就讲吧 这个实况就讲了 我从小啊 就听到呢 这个姚舜啊 都是希望别人 给他很多的意见 这个节奏啊 就是自以为是 自大自尊 都不听人家的意见 所以我刚刚听到 说我最高兴就是 所有的人都听我的 我以为我是听到节奏啊 所以啊 国君啊 我是要撞节奏啊 我不是要撞你啊 所以事实上啊 劝人不是很复杂 就是把人的正念给提起来就对啦 而不是要跟对方比高下啦 我比较有德 你比较无德 这个不是这个样子的 只要把对方的正念提起来 他马上就能转过来了 你看那个 有一次那个骑警公 他最喜欢的马 被这个部下给养死了 这骑警公很生气 来人啊 马上给我拖出去砍 就要杀了那个人 然后燕英呢 马上就说 哎呀 这个人太可恶了 不用别人动手 我来就好了 这燕英马上啊 就向前去要杀那个人 然后对那个人说 我告诉你你犯了三个大罪 第一把君王最心爱的马给养死了 第二个大罪呢 是让国人听到君王居然为了一匹马杀人 第三个大罪是什么呢 让所有的诸侯国啊 都轻视我们的国君 居然为了马杀自己的人民 你看你最重不重 那个骑警公说 好了好了 放个大网 是吧 所以这个劝戒啊 是用一切的善巧 把这个国君啊 把这个领导的正念提起来就对了 而不是很这个很冲啊 去抵触国君啊 或者抵触领导者 结果这个魏文侯啊 听到这个乐师师况这么说啊 马上就很惭愧啊 不是他错了 是我错了 所以呢 把这一个情 就是冲撞他的情都撞坏了 放在我们的城门 让所有的人都看到我的故事 然后呢 这个帽子也别羞了 我每一天戴着他就想起 诗矿给我的提醒 你看这个领导者不简单啊 这么样言以律己啊 所以诸葛孔明啊 他也是很好的领导者 他就提到呢 不所思于天下 急众思 广中意 急思广意啊 广纳亚言 秦宫无之缺 把我的这个缺点呢 一定要把它指出来 这些好的领导者啊 他最重要的希望 能够利益他人 利益人民 深怕自己的问题啊 障碍了这个国家人民 所以希望大家指出来 而且自己的过失呢 他都公开来 不隐瞒 好 那也是能够实时 广纳亚言啊 这样子 做决策的时候 才能客观 才能顾全整个 方方面面 顾全大全 好 这个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 好 好 那 刚刚也跟大家讲到呢 什么是圣贤 言什么 像什么 在家 是个好儿子 好父亲 好丈夫 他能齐家 家齐而后 最后才能 自国 我们现在呢 这个基础都忽略掉了 一下子就要 自国 平天下 这是没有根的 人生 慢慢的就会出现 种种 状况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 很多的 主义出现 很多的思想 出现 尤其在 清朝 末年 那个时候 种种 主义 通通都出现 都是 很好的 思想 但是我们 冷静看看 人心 提升了吗 家庭 安定了吗 好像 不是这样 并不是 这些主义 不好 而是我们要 寻求到 根在哪里 君子物本 本利而 道生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花太多太多的时间 都在想着 什么样的制度 方法 能够解决问题 很多的管理 都出来了 很多的民主制度 都出来了 可是问题是 民主制度出来了 社会越来越乱 我们看西方 他是谈民主最多的 可是现在西方的 青少年犯罪力 吓死人 连他们都束手无策 那下一代都完了 那还有什么前途 你看很多国外的报纸 一个青少年一不高兴 拿着枪 在校园里扫射 有没有 这个不是一粒两粒 几十个人倒下来 他被带到警察局 问他 你怎么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他怎么说 他说今天是星期五 我心情很不好 就是黑色星期五 是吧 大家想一想 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死掉了 他有没有感觉到 没有 他觉得 我心情不好 在他的思想里面 都是把自己摆在第一位 自私之利 才会做出这些伤害人的事情 所以 我们不能只在着重在制度当中 解决不了问题 最重要的是人心 最重要的是人的素质 道德 这个才是根本 所以我们努力在太多 滋末的事情上面 没有顾到本 大家今天有没有读孝经 昨天有没有读孝经 前天有读是吧 好 我差点要问 以前有没有读孝经 三不转路转 反正我就一定要 要大家都读过的 我们才好举例 大家翻开第一页 先王有智德要道 以顺天下 明用和睦 上下无怨 辱之之乎 大家读了这一段 相不相信 相信 对啊 这个就是根 懂了孝道之后 家庭团体社会就和睦 那为什么呢 我们老祖宗的教育 他最重要的就是顺着人性 顺着根本来教 所以孝是根 今天一个人连父母都不爱了 他还能有人爱心 所以我们人生 时时都能从根本思考 那很多问题就解开来了 不从根本思考都在枝末打转了 那问题层出不穷 论语也告诉我们 孝替野者 其为人之本于 仁爱心的根本 就是对父母的孝心 对兄弟的替 有爱 这个才是仁爱心的根本 我们这个时代都强调 仁爱和平 大同世界 都强调了这么高的目标 却不知道源头 活水 在哪里了 所以耗了这么多精力 在这几十年来 多少人为整个国家社会的兴旺 流血流汗 可是这个社会越来越乱 他们也觉得很无奈 所以人生能找到根本 这是最幸运的 最痛快的事情 那我们看 根是在孝道 替宗信 是本 理义廉耻 是自干 仁爱和平 是花果 我们今天根不要了 就要花果 挺好看 但是看几天 花就卸掉了 所以都变成很多美好的口号 撑不了几天 它无根了 就烂了 烂了以后 反而否定了 这些理论不好 其实不是的 我们现在人很容易 认同一个东西 后来出状况了 就完全否定 这个是很要不得的 不是太过 就是不急 就是都失去理智 失去客观 这些花果很好 但是它要 长久的 整个生长 长久的兴旺下去 它一定要有根 才能生生不息 好 所以这个根 它的整个成长 它是顺着人性 为什么 人一生下来 最亲爱的就是父母 所以是世亲 我们中国人的教育 就是让一个人 跟父母的天性 父子有亲的天性 终身保持 这是教育第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第二个功能 就是让一个人对父母的这种亲爱 延伸到对家族 对邻里相当 对社会大众 再对世界人民 把这个爱整个扩展出去了 这个是我们几千年教育第二个重要的目标 那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三四十岁了 见到父母的那个表情 就跟那个三岁的婴儿看到他妈妈 然后跑过去很欢喜的那个表情 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人幸不幸福啊 你看他的心里的 都是感受着父母那种爱 所以 这个翟俊杰 翟导演 他六十多岁了 他说他人生最大的幸福 就是进家门 还能喊一声 妈 喊一声娘 这个难得 他 保持了这个赤子之心 不失啊 而且这样的人 他去当官都是爱护人民 大家从德语故事里面看 这些孝子一当官啊 都把人民视如己出一样的对待 因为孝心是爱心的源头 活水 那今天假如我们跟人相处产生摩擦 产生冲突 没有能提起爱心 根源在哪 根源在我们对父母 这个孝还不彻底 这个孝还不彻底 真的 人在修身的过程当中 只要跟人有不愉快冲突了 铁定是我们对父母 也有这样的情绪 在心里面 对父母不是完全的自成 真的能对父母自成 这个孝心完全发出来 对人的爱心啊 也能做得到 所以我们学习 正在能发现自己的问题 所以任何跟人家不愉快了 马上 那我这个孝心还没有完全发出来 赶紧找到自己心上偏颇的地方 所以什么是学问 能够荣得性情上偏思 是人生一大学问 消得家庭内 嫌隙 家庭里面有很多的误会误解 和和了 能够把它消融掉 化解掉 又恢复到和和乐乐 是人间一大经轮 所以我们今天 修学的功夫有好不好 不是看你学三年 学五年 还是学十年 这个是行事的东西 修学是重实质 不重行事 你改掉了多少习气 这个才是我们的功夫了 所以性情上贪心去不掉 不行了 情绪化去不掉 不行了 我们自己在做事的时候 跟人相处的时候 完全感觉不到别人 好不好受 都如入无人之境 只有自己了 那这个也是都是性情上的偏思了 思 思心嘛 把自私自利能够放得下 偏 那是可能在性格上不能心正 有耗耀 有恐惧 有情绪 这个都是性情上不妥当的地方 或者常常忧患 害怕 这个都不好 好 所以自己的性格改了多少 自己又能让家庭内很多的冲突化掉 因自己的真诚而能化解 这个才是学问 这个才是经论 而且这个是人把学问经典演出来 人人宏道 这个才是真实的 好 因为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当中 往往做给别人看 时间久了都觉得自己学得不错 我之前 这个常常 在听的时候 听到一些朋友讲到 我吃素都五年 我吃素都十年 请问这一句话 他的心态是什么 表扬自己了 你看我都不简单 我吃素这么久了 所以这个心已经动了 已经偏了自己 我们自己要知道 实时要关照自己这一颗心 对不对 吃素是应该的 是我们每一个地球人应该做的 哪有常常表扬的 是吧 哪有一个孝子常常说 我父母生到我真是他的大福气 是不是 然后这个先生常常说 我太太能嫁给我 真是他这一生最幸福的事情 那这个心态都有问题了 好 所以这个 我们实时在言语行为 甚至念头都要关照到 自己心有没有偏掉 所以孟子讲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这个心偏掉了 马上能够把他拉回来 这个是学问 人家圣贤人都是 三人行 一人我师 对一切人都是恭敬 向他学习他好的地方 好 所以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跟 我们在处事带人接物当中 跟人家有不愉快摩擦 往往就是 我们对父母 很可能在互动当中 都有这些情绪产生 从根源 要把问题解掉 而人是亲了 而在家庭里面 又有长辈 又有兄弟 他进长 就在家庭里面养成了 孝养父母 尊重师长的态度 孝涕的精神 所以经典当中告诉我们 遥顺之道 孝涕而已 可见得孝涕这两个字 孝涕这两个德行 延伸出去就是一切的 美好的品德 在家孝顺父母 友爱兄弟 到学校呢 尊重老师 因为老师叫师父 是吧 同学叫师兄 师弟 还是孝涕友 还是家庭的 一种心境自然的延伸出去 他到工作上去 不管他是哪一个行业 以前都是手把手教啊 手把手教才能交出各种的学问哦 现在都是到大学去教科书 是不是 那经济学啊 管理学啊 然后一本经济学里面 还有好几个专家讲的 请问大家听谁的 而且告诉大家哦 教科书里的书 教科书里的内容 一定正确吗 不一定哦 他没有经过时间空间的检验 怎么可以证明他是对的呢 而且现在社会为什么乱在思想 这些思想从哪里来 很多从教科书来了 打一个比喻 企业唯一目的赚取利润 这句话教科书有没有 有而且好几十年 还是企业界奉为贵赌 奉为归孽的一句话 这句话用我们老祖宗的经典一对照 那根本就是邪说 赚取利润 为自己赚取利润 你看都是强调利润 交出谁来 交出小人来啊 所以我们看到企业界很多的人 破坏了大自然 他还是要赚钱啊 他哪管以后的人怎么样啊 他不管啊 这是利润的引导啊 所以教科书里的书 假如没有用经典对照 那人被误导多远呢 都不清楚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 知识爆炸 我们自己可要有判断力啊 不然什么错误的思想污染我们 我们自己还搞不清楚 还觉得很正确 好 所以 整个中华文化 它的核心道德是校替 延伸出去学校 也是伦理的关系 到各行各业 也是伦理的关系 每一行 也是教师傅 一起学习这一门技能的 也是师兄弟 从这里我们就感觉得到 只要校替 深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人心就定了 社会就安了 现在是无校无替 人心 没有这样的一种心境 走到哪里 哪有不冲突的道理 好 所以 世亲 敬掌 再来 出社会了 到不同的团体去 在古代是侍奉自己的君王 这个是士君 现在当下属的 动不动就跟领导吵架了 为什么 他在家都跟他爸吵架 没有跟啊 假如他从在家里就是 宜无色 柔无身 剑不入 月复剑 那他就懂得士君了 再上去呢 才是爱众 把自己的团体 都治理好 然后呢 回馈社会 从事公益事业 去爱 社会当中的大众 甚至于是观寡孤独 最可怜的人 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很自然 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发展 顺着人性 教的 好 那我们看呢 其实孝涕中性呢 就是修身齐家 离义廉耻 是治国最重要的德行 仁爱和平 平天下 不同种族 不同宗教 都能够和睦相处 我们看 现在啊 很多的学说都强调 民族团结 但是大家想一想啊 连父母都不孝 兄弟都不爱了 民族团结是什么 口号啦 而 现在都强调 要成为民族国家 很注重民权 但是大家想想 人没有礼义廉耻 这个制度能好吗 但是大家要注意 民族政度是要把人 好的人才选出来 谁会选好的人才 一般人会选吗 一般的人就是 只看眼前立马 他哪看得了远 那所有的工程里面 教育最重要 可是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每一个选上的人 他才四年当政 那教育是百年树人 他管不管 那教育都不管了 会怎么样 那就玩啊 所以以前选人 不是用投票的 而且你说投票 看得准人吗 那个候选人上去 骂人骂得很凶 底下一只鼓掌 痛快啊 痛快啊 那他都选那些 很尖酸刻薄的人 老百姓他没有 想那么深远 所以以前选人才 叫举孝莲 现在是 这个人很会讲话 很会骂人 选他当立法委员 这不对啊 所以大家都没读论语 要投票也很困难 孔子说 巧言令色 嫌疑人啊 这个人都把精神 花在言语的刻薄上了 他还有仁慈之心啊 刚毅木论 敬人啊 反而是 会默默去付出的人 这个人比较厚道啊 很有原则 很有毅力啊 不会去做骂人的动作啊 不会给社会带不好的影响 这样的人才敬人啊 所以古代这个举孝莲 是正确的 孝则有德之本 连则不贪 有做事的品德 这两个字重要 我每次回台湾 只要遇到要投票了 我就请大家说 你们好好去看看这个候选人 孝不孝顺 连不连结 你在投那个票 不然你那个票投下去 你要负因果责任 这个国家会毁了 就是这个政治会毁了 就是你投了这个票 是吧 所以但这个 享受投票的权利 还要负那个因果责任 好 所以他恭敬的人 他才不会给整个人民不好的影响 再来他有道义了 才会实时以人民的福祉 我一念啊 他假如只是想着自己了 那他就想着 我四年要捞回成本 再加利息啊 那不就完了吗 所以现在贪污的现象 有没有因为民主政治而改善 没有啊 我甚至于觉得 好像变成一个正常现象 但不连 无连无耻 这个政治怎么会搞得好呢 所以现在 这个大陆国家领导人 都非常重视 一个从政者的品德 常修为政之德 胡主席强调的 常怀律己之心啊 常失贪欲之害 你贪了老百姓的钱啊 你就完了 甚至央吉子孙 所以最近也发表很多 一些政治人物发表的文章 观察到贪污的官员 后代子孙都很惨 很连结的 后代子孙都很好 现在也在观察 统计这些真理 呈现给我们的真相 好 所以要有离义廉耻才能名权 才能真正有好的政治 人爱和平 有了人爱和平的存心 才能去利益每个人的生命 生活 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 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在这里 伦理道德 一个人的素质 一个人的德性 才是根本 再加上制度 就能发挥的好 有了制度没有德 反而制度法律 变成这些聪明的人 谋私利的工具 好 那我们要想 孝是根 根是能生 百善孝为先 有了孝心 其他的德性 就能够生长出来 我们明白了 孝能长一切的德 那再读 先往有智德要道 以顺天下 明用和睦 那越读越有信心 也知道 不管是教育学生 还是现在有机会 跟大众交流 最重要的 要从根本交集 就是孝道 我们感受一下 一个小孩 对他的兄弟姐妹 产生一种关怀 照顾的心 源头在这 兄道友 弟道工 兄弟目 孝在中 不忍心 让他父母担忧 再来 忠 一个人对父母忠 才能对其他的人忠 忠是尽心尽力 亲所好 哇 你看他那个对父母的忠诚 对人的忠诚 就整个油然而生起来了 信 父母交代的事 绝对不敢马虎 如其完成 父母命 行物难 但是我们 思考一下 现在 我们长大了 父母交代的事 常常忘 客户交代的事 一件都不敢忘 守不守信 值得 思考 那不是为道义 守信 还是为money守信 是吧 就看着 有这个客户跑掉了 我就没钱赚了 那妈家里的事 改天再说 没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 处事 都是先利后益 这种信 不是真实的 很多人都会说 人家西方人 很重视诚信 一个人的诚信 都要有记录 你那个信用卡一刷 对不起 你的信用破产了 不让你借钱 是吧 但是大家要了解 很多大公司轰然倒下 是因为他的 这一些高级主管贪污 请问这个高级主管 贪了这个污以前 他的信用 有没有任何污点 很多时候没有 可是为什么 他能干出这样的事来 他假如真诚信 会这样吗 所以大家细细去感受 他为什么守信 我要在我的社会当中 有形象 是不是 他还是为了自己 而不是良心 等到他觉得 假如这一次我贪了 我后半辈子就无忧了 那他可以把诚信 卖出去 所以诚信在我们中国人的 中华民主的心境上 是良心的标准 而不是自己的利益的考虑 所以这个信也是从对父母的守信开始的 再来礼 对父母恭敬 父母呼应勿还 父母叫须敬庭 这个都是很恭敬 长者先 幼者后 这个礼 义 对父母有道义 我们看到呢 这个道义到什么程度呢 父母离开了这个情义啊 都没有丝毫的改变 是死者 如是生 吃饭的时候 还是摆着碗筷给父母 很多人对父母笑的 对夫妻也很有情义啊 我们见到一个长者 他太太走了之后 每一日吃饭呢 他还是给他拍拍 太太摆一个碗筷 你看这个 是死者如是生啊 这种义 连 物虽小 物失常 狗失常 亲心伤 大家不要小看 入则笑 每一句都是人的德啊 往外涌出来了 此一个人的羞耻心的源头 也是笑 德有伤 疑亲修 我小时候最怕一句话 因为小时候还是比较顽皮 曾经把这个爱丸 跌倒 把牙齿都叠断了 然后呢 喜欢爬树 从树上摔下来 这个把手都割破了 这个都是战利品 现在还留着 虽然很顽皮呢 但是只要呢 这个邻居 讲了一句话 我们就很害怕了 真没家教 一下子觉得太丢脸了 赶紧回家了 这个是人 修持心的源头 人 两个人 人是时时设身处地 为父母着想 进而为一切人着想 东则温 下则静 处处为对方着想的心 出来了 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是服务大众 这一个员工假如能 东则温 下则静 保证他 有人心 这样的人才 一定要用 所以有一个大学毕业生 他就讲到他在家里 都是他给他奶奶剪脚指甲的 手指甲脚指甲都是他剪 后来他长大了 去读大学 他奶奶还要等他回来才剪 其他人他奶奶还不给 他拿到专利了 结果他说后来 这个每一次回来 不只给他奶奶剪指甲 还给他奶奶掏耳朵 大一点 技术比较好了 可以掏耳朵 有时候掏得太舒服 他奶奶就在床上睡着 然后他就捏手捏脚 那个一步一步都很缓慢 生怕把他奶奶给惊醒 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能这么细心的 去对待他的奶奶 他就能这么细心的 去对待他的客户 无为不至 那哪有事业做不好的道理 所以这个找员工要先看他冬则温下则镜做得怎么样 这是人 爱 我们看 亲有急要先肠 昼夜事不离床 这个就体恤的 用心去感受父母的亲 这是爱 和 疑无色 柔无身 对待父母都非常的柔和 体贴 和 平 豪气水 他无怨 你看连父母 打他骂他了 他都没有任何怨言 这个人心平不平 平啊 所以这个孝心真正入心 这一些德行就能增长出来了 好 所以我们 讲到呢 自在圣贤 圣贤在家里一定是一个孝子的 一定是敦伦敬奋 扮演好家中的每一个角色 进而呢 在单位是一个好领导 好的部署 在每一个团体里面 他都能够尽心尽力 做榜样 这个就是 做圣贤 所以我们这个 做圣贤的目标啊 都离不开我们当前的历行 当前的家庭跟工作的 那 接着呢 我们立了志 学习的次序 那天跟大家交流到 信解 行正 而中庸 也提到 我们学习的次序 博学 审问 圣诗 明辩 笃行 这个是学习的次序 而其实呢 这个是解 笃行就是行 我们没有笃行啊 这个叫做研究学问 行了才是真实的学问 所以 前面解的呢 叫如学 你可以拿这个学问 拿到硕士 拿到博士 可是家庭不一定美满 人生不一定快乐 可是你笃行了呢 这样才叫学如 我们不是来搞学术研究的如学 我们是学如 所以这个立行就很重要 学一句啊 做一句 今天学了不做啊 那叫玩弄学问啊 这个连圣贤人 我们都玩弄了 那这个心态狠了 所以要解行并静 弟子归说的 不立行 但学文 涨浮华 成何人 但立行 不学文 认己见 魅力真 那这个博学啊 我们感受一下 今天我们学习 假如很杂 好不好 那就不专注了 不专注了 所以这个博 不是学一大堆东西哦 那都变成既知识了 我们传统文化 最重要的呢 是学伦理道德 先把这个 做人的根基要扎稳 有了德 你学任何的技能 你才能很好地 去服务人群 有才而无德 那就麻烦了 那可能就会危害人了 所以在论语里面 提到 言辉说 孔子啊 博我以文 约我以礼 其实就是 博学于文 所以这个博字啊 我们还要跟 博学于文来看 约之以礼 这个博呢 是能够在学习的时候 把它融会贯通 但是在哪下功夫呢 在文 而这个文啊 是指经典 经典 文以再道的经典 你不是去看一大堆的书 看得头都乱了 而这个学习的次序啊 其实三字经就讲得很好了 小学中 字四书 孝经通 四书 如六经 十可读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文是四书五经 而四书五经的基础 在小学这一本书 小学是宋朝编的 它的整个纲领啊 其实就是弟子规的纲领 而弟子规是清朝的 离我们很近 我们一看就能明了 去看诸西边的那个小学 很多是那个时代的一些情境啊 有的看不懂 你们就别看了 我帮你们都看过了 学弟子规就是三字经讲的 小学中 接下来这个是四书五经 而且大家感受感受 其实很多道理了 不是今天说我要来说服大家 今天很多道理是我们自己啊 去感受就能明白 假如今天让大家 礼拜一读论语 礼拜二读梦子 礼拜三读诗经 礼拜四读上书 礼拜五读礼记 礼拜六读春秋 请问大家 滋味怎么样 所以呢 这个博学当中啊 他又跟一门深入啊 不违背 你在专经 比方说我们今天学弟子规 你就要专在弟子规的教诲 什么时候是领会弟子规呢 随时随地 比方说今天这个人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啊 跟事物忙忙多错了 非常相应 我们赶紧把这个故事 记在事物忙忙多错 我们对这个 这一句经文的体会啊 就越深刻 所以茶余饭后啊 都是跟人学习的好机会 曾国藩先生每一天啊 好像固定有几件事情 第一就是每天晚上 把今天所见所闻都记下来 所以大家每一天晚上 静下来提笔 今天遇到的人事物 哪一些跟弟子规很相应的 我来领会领会 那每一天对这一部经典就深入了 不只跟现在的人事物学习哦 曾国藩先生每天看十页历史 见往之来啊 历史是一面镜子啊 以古为镜之星体啊 整个家庭团体的兴衰 存亡在历史当中啊 每一个朝代都可以印证 所以跟现在的人学习 又跟古代的人学习 好 这段话讲完了 大家怎么学曾国藩先生 每天看德语故事看两则 我讲了有点心虚 我也没做到 好 从今开始 我们每天看两则 坚持下去 当然可以重复看 再咀嚼 再体会 大家想一想 一年过后看几则 这一套书就看完了 那就不得了了 你的见识广播 好 从今天开始 来 Give me five 对啊 未来我们 听完曾国藩这么好的习惯 然后呢 跟我们